就在11月26号,贺建奎发布了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婴儿项目,以对名叫露露和娜娜的基因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他们能够出生后天然抵抗艾滋病的改变。 当天,就遭到了各大科学家们的联名谴责。 122位科学家联合,强烈选择,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一位联名科学家之一就说道,把一个还不成熟还很高风险的技术,用在了人类婴儿的身上。 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很不合适吧?我们科学家是要站出来,不然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好事影响。 不管是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对于社会对于科学的认真来讲,这主要是针对这个事情本身,把它用在人身上。 这从理论上来讲,从现在已知的在动物实验的结果,可能存在的风险来讲和可能的社会影响来讲,都觉得是有点不大合适。 在基于动物的实验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技术会有所谓拖打效应,就是说你想这个基因,但实际上其他的基因有可能受到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并不是立刻可见的,也是很难完全被分析出来的。 那潜在的风险就很大,假设有一个很重要的其他基因被改变了,那么可能会导致有其他严重的疾病产生。 即使从这个想要的基因被了,现在可以能在动物上做的实验,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有一些风险可能在人里面才会出现的。 这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被发现,这不是在用小白鼠做实验,做杂乐到不了人的毁灭,这可是用活人实验,或好或坏,都会不可逆地影响一辈子,以及未来的无数子孙后人。 大家还记得克隆亚多遇早衰早死的命运吗? 本不应有人有资格让另一个健康的人类生命承受这种名为不确定性的恐惧。 这件事情已经闹大了,已经上了Nature授业了,更关心的是那两个基因的婴儿,他们将来面临的命运都是未知的。 而且如果真像霍金说的一样,对我们人类有威胁的话,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你觉得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